这个士兵因为降落失败被挂在树上 醒来后他的大腿被一根树枝扎穿 这时一只毛手伸了过来 犹豫了一下把树枝拔了出来 士兵疼得立马嗷乱叫 他看着面前这一个弱智生物 想不到要说些什么 咱们姑且就给他取名为弱智吧 他听到士兵的惨叫以为自己做错了 于是又把树枝插了回去 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是士兵的嚎叫声 士兵忍着剧烈的疼痛包扎刚刚的伤口 这时候弱智又想出来帮到忙了 士兵连忙把他赶到一边 于是弱智翻了下他的背包 里面有什么就扔什么出来 士兵连滚带爬的想要来阻止他 弱智从包里翻出一个手雷 竟然还用嘴巴咬掉了保险 接着往后扔去 差一点就炸到了士兵 他却跟个没事人一样继续张望着 士兵心想还得靠自己才行 他发现旁边有个无线电台 于是赶紧先联系部队救援 结果话还没说一句 突然一声枪响 电台就这么废掉了 回头一看原来是弱智在玩枪吗 士兵气得拿起头盔砸向弱智 愤怒地赶走了他 不久后天色暗了下来 士兵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非常饥饿 这时弱智又回来了 还给他送上一大盆吃的东西 士兵看着这一大堆吃的 心里还是有一些感动的 于是他点燃柴火 在上面烤起了鱼 弱智觉得这还挺好玩的 于是也拿了条鱼要一起烤 士兵轻轻吹了吹火 想让鱼能熟得更快 结果弱智又没有领悟到意思 鱼自然是熟了 只不过人也顺便烤熟了 弱智此时还没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 他看士兵貌似还有的救 于是坐了个担架拉着他寻求帮助 不久之后弱智走到一片军营 于是把他送了过去 当士兵再次睁开眼时 发现全都是手术工具 你以为他是被救了吗 实际上弱智把他送到了敌方的军营中 接下来他要遭受的可就是痛苦的折磨了 听着士兵又开始不断的惨叫 弱智也松了一口气 心想这回总算是做对了吧 这个乞丐不要脸的躺在别人店铺门口 老板拿起一桶水就往他身上泼了过去 他吓得慌忙离开门口 把老板气得脸都发抖了 结果到了第二天 乞丐竟然又躺在前面 看他睡得还挺香的 老板拿起扫帚把他弄醒 紧接着露出一副和善的笑容 乞丐还以为老板变了 老板立刻暴露本性 又把他赶了出去 老板本以为这样做乞丐就不会再来了 可是接下来的几天 乞丐依旧在店门口晃荡 就像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怎么都赶不走 甚至他还学会了得寸进尺 赶明目张胆地找老板要吃的 两人之间逐渐变成欢喜冤家 这天老板刚打开门 突然闻到一股尿骚味 一看肯定是乞丐在门口尿尿 于是这回狠狠地踹了他一脚 他刚想解释些什么 被老板大声呵斥逃走了 老板女儿也看不下去了 不喜欢也不至于打人吧 但老板仍在气头上 不想要原谅他 然而后面一连几天 老板在开门的时候 乞丐却一次都没有出现在门口 老板也会习惯性地低头看一眼地板 却什么也没有等来 他想试着找到乞丐 隔壁大姐说那个乞丐已经死了 老板这时看向天花板的摄像头 查看监控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女儿看乞丐可怜给他送了一份盒饭 因此乞丐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报答他 看到店门口有垃圾会主动捡走 有人在墙上乱话会把他赶出去 遇到随地大小便的也及时阻止 晚上有小偷想要行钱 乞丐不顾自己的安危奋力冲了上去 虽然被人一拳打倒 但他没有放弃仍想着守护店铺 再次展现出小强的精神 最后把小偷逼急了 一刀刺穿了乞丐的腹部 直到死去他还在做最后的事情 他缓缓地倒在店铺门口 用尽最后力气把地板上的血迹清理干净 最后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安翔闭上双眼 只剩下老板独自内疚忏忽 这个故事虽然很感动 但大家猜出来这是一条广告了吗 一定要购买超清摄像头 所有的真相都会记录其中哦 注意看这个小伙的脑袋突然开始变异 他的眼球向外突出 整个脑袋变得圆滚滚的 后脑勺还长出了一根根尖刺 看上去就跟个河豚一样 老板看到这一幕一脸坏笑 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 就在不久之前 小帅和阿伟两个打工人下班一起吃饭 小帅最近工作不太顺心 所以也没什么心情吃饭 甚至他还把这种坏心情发泄到老板身上 污蔑说这里的寿司不新鲜 赶紧重做一份 老板微笑着没有说什么 心想不新鲜是吧 那我就给你整点新鲜的 于是他徒手从水缸里捞了捞 端上来一盘活蹦乱跳的河豚 还别说这确实是最新鲜的了 这下小帅无话可说了 看着这条活的河豚 他实在是难以下口 但为了能在老板面前逞强 他拿筷子夹起了河豚 犹豫了一会之后 硬是把他整条塞进嘴里 然后大口地咀嚼了起来 最后硬着头皮咽了下去 吃完还不忘来了一句真香 结果下一秒小帅的头就变成了河豚 并且永远都变不回来了 这一幕把阿伟都给看傻了 但是小帅并没有因此而绝望 反而是很乐意当一个河豚人 河豚给他带了许多不一样的帮助 他的手掌上长出了薄膜 游泳速度不断飞跃 没有正常人类比他游得还快 期间还收获了美女的欣赏 渐渐的小帅越来越受欢迎 公司的美女们都围着他转 觉得这个小河豚还挺可爱的 甚至会有女上司主动跟他做一些刺激的事 原本是个颓废青年的他 成为河豚后突然变成了人生赢家 小帅现在的生活过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 而他的好友阿伟则有点不高兴 他不是极度小帅能收获这么多美女的喜爱 而是害怕自己会与小帅渐行渐远 毕竟现在他们已经不是一类人了 阿伟无法再与小帅一起谈笑风生 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少 因此他也想着自己能变成鱼该有多好 结果第二天两人在坐地铁回家的时候 阿伟的手突然变成了章鱼触手 原来店里不只有河豚 还有活的章鱼 阿伟为了维持鱼小帅的激情 竟然把章鱼生吞下去 大家看完有被激情四射到吗